4月22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,起码对于支持喜欢肖战的粉丝们来说,是一个极具有意义的一天。 这一天肖战首次踏上话剧的舞台,在武汉进行如梦之梦舞台的公演,开启他一次新的征程。 不少粉丝现场陪伴,但是大多数粉丝未能有机会来到线下观看,在线上一样怀着激动和期待的心。 多位圈内好友为肖战送祝福,比如王牌剧组黄景瑜、钟楚希等人,也都送来了花篮,在这些五彩缤纷的花篮中充满了满满的祝福。 黄景瑜送的花篮最为吸睛,别人都是一树一花篮,他只是一送送一排,明晃晃的可以看到全都是对肖战的祝福。 当然也有很多喜欢他们的粉丝都调侃,不愧是直男式的祝福,黄景瑜成亮点了,粉丝不愧是直男, 每一个人在一生中追求寻觅的东西太多,难能有清晰的认知。 无论是在肖战身上还是这部如梦之梦的作品,都能够带给我们一番新的醒目。